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多少都有一种孙子兵法再得看一下 甭管是挣钱的 发财的 干什么的 没准想找女朋友的都得想 我读读孙子兵法搞不好我能够 我有所收获 这都保不齐的事 但是能看懂的有多少 这就是个问号 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书说 美国的西点军校 这是美国最著名的军事院校 孙子兵法 是西点军校的学生必读的一本书 那就挺特别了 就是咱中国人自己 做我老祖祖的东西 知道他好 看不懂 但是在美国的军校里 成为了必读之书 这就有趣 也就是说 有些事情咱们真正放平了心态去看 能够感受到今天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大陆被扼杀那样的体制之下 被扼杀之后 作为个体的我们有很多无奈之处 香港的东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就提到类似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个法则 而被谁用了呢 被美国用了 防范谁呢 防范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美国为耳不公 不战屈华之前 文章上来提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孙子兵法当中的最高谋略 可惜当今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祖先的智慧 孙子兵法反而被美国人 信手捏来活学活用了 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 其实就是对华为而不公 不战而屈华之前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一定会输给美利坚和中国 文章提到说呢 美国人对付中国 就不能想对付卡扎菲 伊拉克不能那么对付了 因为中国确实有点太大了 但是要想让中国乖乖听话 就一定要绑住中共党国的四肢 牵着他的鼻子走 所以美国采取了全面围堵的做法 为而不公的战略 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更何况美国围堵中共的中国的成本 很多是由盟国 甚至中国自己来承担费用的 所以自己本身并不花本钱 他这里呢 下面就说的很有意思了 住在韩国的美军是韩国人掏钱 住在日本人的美军是日本人掏钱 住在菲律宾的美军是菲律宾掏钱 等等等等 他列举了这么多 他说包括一些 他这里主要是提到的 比如说像一些西藏人 像一些他所谓的新疆人 这种比喻了 其实在我看来应该是提到 支持国内的很多维权人士 那这笔钱 美国人从哪来的呢 是从中共购买美国国债的 那个钱里的拿出来 支持这些维权人的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美国兵住在日本的土地上 日本干嘛就愿意掏这钱 韩国人干嘛愿意掏这钱 最近的菲律宾人 为什么愿意掏这钱 去养美国兵 去对付你共产党呢 这就是最关键的 下面提到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他说最重要的是 中共的高官和军头们的老婆孩子 相继都已前往美国定居就业 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美国 窝藏起来 变相成为美国人的人质 中共如果不听话 敢对美国逞强的话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 随便公开一些高官的美国护照 银行账号就足以让北京阵脚大乱 事实上 美国已经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中共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毫无反手之力 这张网就像一台榨汁机一样 榨汁机 大家喝橙子汁知道那种榨汁机 他说美国人想喝中共的血的话 只要将网收一收 那中共就源源不断的把钱输出去 咱们不知道 这也就是问 是不是美国国债被中共高层越买越多 越怎么骂爹 越怎么骂娘 他还越买 买完之后 他对外宣传说 我们掌握了美国人的命脉 而美国人不尿你的一个最实在的原因 能不能这么理解 中共买了美国国债 钱拿回来 被少数当官的家租分了 牛脸把美国国债换回来的现金 存到了美国银行 把自己的老婆 孙子 孩子 全弄出去 又成为了美国银行里面的流动资金 您说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体制 老百姓 我就问您 您今天到底在为什么 您让他还呆着 也为什么 这是非常关键的道理 BBC有篇文章 是个中国的大陆的自由撰稿人写的 写的是我们前两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过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今天已经被中共审判了 BBC这篇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文章上来先描写了 过年期间的整个和谐社会的那种盛况 场面 那紧接着他就提到一个副标题 假若心底的歌是个红歌呢 这就提到了 今天到底有谁真正去唱 从心底去唱的所谓的歌颂党的红歌呢 而真正人们想唱的呢 是另外一首歌 这首歌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它实际是这首短诗了 那写这首诗的人 就是浙江的维权人士 其实是网上的艺人士 叫做朱云福 他刚刚被抓 被判刑 但最终判决的结果没出来 而他被判刑 被审判的原因 就是这首诗 诗是这么说的 是时候了 中国人是时候了 广场是大家的 脚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脚去广场做出选择 走出去 到广场去 是时候了 中国人是时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猴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猴唱出心底的歌声 原来都是假唱 假唱不是罪 假唱是为了繁荣和谐 2008年 奥运会的开幕式 闭幕式充满了假唱 为了追求完美 那是08年 百年 中共眼睛里的百年奥运 把大家伙忽悠的热血沸腾的 一个典型的说法 为了完美 一切都可以造假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价值 如果太多的普通大陆人 能够认可这种社会价值的话 那今天当官的随便挣钱 随便怎么忽悠 随便怎么弄你 都是对的 因为为了和谐 这首诗后面还提到说 是时候了 中国人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用自己的喉咙 用自己的脚 来到广场选择未来的中国 党听明白了 党认为要推翻他 所以就把这人判刑 那文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中国是我们的 我们是每一个中华子孙 那我们真正对中国 中华文化 我们的祖宗对得起的话 我们应该走出来 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有关四川的藏人 和西藏的藏人 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应该说这次中共的封锁 是应该 截止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 从它封锁的角度是成功的 海外媒体 我们身居在海外的普通的中国人 很难看到真实的那一面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藏族分离分子阴谋 文章讲说 截止到现在 中共官方的措辞 依然是含糊的 他笼统的说 是藏族的分离分子 是袭击了什么警察 怎么怎么样 喊反动口号 所以警察就开枪了 一直到现在是这么讲的 没有提到谁是分离分子 那在哪发生了什么 那到底这个过程当中 那些人喊了什么样的反动口号 为什么一切的事情突然的爆发了 真正的具体的细节 没有任何细节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我自己想提醒一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无论你哪 普通的大陆人 如果当你看待西藏人 看成是分离分子的话 你在党的眼睛里 就是潜在的分离分子 是一样的 你要不要觉得 你在看待西藏的时候 自己身之度外 不在其中 其实在党的眼睛里 只是地区不同而已 你这样的心态 有一天 你迫不得已去维权的时候 在你邻居的眼睛里 看你的时候 就像你今天看待西藏人是一样的 文章另外提到说 其实在西方的报纸都认为 中共当局是使得藏族人重叛心离的 包括英国的大卫报 包括美联社都在报道 这件事如此的封闭 就变相的告诉老百姓 告诉世界 西藏发生的事情 是中共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相的事情 西藏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一定是中共的统治本身失败之后 藏族们自然的反应 而这种藏族们的自然的反应 对任何一个正常的人 他都是应该有类似的反应 在那种暴力的强暴的欺压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 就是我那句话 你今天看待藏人的态度 明天可能就轮在你脑子上 因为在当官的眼睛里 你是暗含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你是稳定因素的话 你买菜刀就不用要身份证了 因为你是不稳定因素 所以你买菜刀要身份证 所以当有一天你拿着菜刀出去去干什么的话 你立刻变成了今天藏人的样 今天藏人的处境 被党的媒体 被你周围的邻居去看待的时候 同样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一定要懂得如何看待问题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